如果這是你第一次來這種飛觀光的海邊 Welcome 你可能認為說,怎麼那麼多沒功德心的人亂丟垃圾 其實這些垃圾,老早就在海裡面了 想知道每一分鐘有多少塑膠垃圾進入海洋 大概可以裝滿一台垃圾車 不過,這是一年前的資訊 中國的大部分的這些垃圾不是人家亂丟的 其實我們正確丟的垃圾也會到掩埋場 結果很多被風吹走 所有西邊垃圾最後也會到大海 全世界回收系統以及垃圾處理 已經無法追上人民製造的垃圾 現在又有疫情 沒辦法內用只好外帶 外送的業績增加了兩成 能不能說食物容器也增加了兩成 如果剛剛那台車來是為了取餐 真的好倒楣 下次叫外送 外送真的變好多 你看這個交叉口 每一次變紅燈,會有至少一個外送 其實疫情也讓環保很難做 我想要一個冰美式 可以放這個嗎? 疫情關係只要用外帶費 我幫你花兩塊錢 不但是這些原因 今年又不能有淨灘活動 到底疫情後的海邊現在會有多糟 現在是早上五點鐘 我們去海邊看一下吧 很可惜這個暑假不能淨灘 而且任何人都不能辦淨灘活動 但是我們不是靠這些活動來維護海洋 如果是為了清潔海洋 淨灘其實也沒有什麼實際的效果 我們從2013年開始 就是8年來 我們就有150場的淨灘 超過3萬5千人 3萬5千個台灣人有來參加過 本來淨灘它就是一個 不是為了要把海灘清乾淨的活動 如果靠淨灘可以清乾淨 那我們早就清乾淨 問題就是沒有 但是怕我們都市人聽不懂 所以給一個都市的比喻吧 每一場淨灘能清掉的垃圾 就像一個棉花棒 比如說你給他的任務是 清潔全台北市的玻璃 不是一個很好的戰略 可能不是最好的工具 前面說過 每一分鐘有一台垃圾車的塑膠 倒進大海 一場中型的淨灘活動 一個下午可能裝滿一台垃圾車 你自己算算看 淨灘活動實際清掉的那些垃圾 真的不是重點 以後世界就是你要管了 從地球 跟自己還有就是下一代開始做什麼 對 我覺得它比較重要 是帶大家去看見問題 看見很重要 我覺得那個衝擊是很直接 而且很強力的 但是我們大家好像城牆太高了 都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 我們住在都市的問題是 城牆太高了 看不到牆外 不關我的事 如果我們看不見自己造成的問題 會是誰來做任何事 像Rethink每一年辦的淨灘 就是希望慢慢的讓人家看見 你好 你好 今年垃圾又變多了 Rethink也沒辦法讓更多人看見 所以我來了 是誰來這邊淨灘 這兩個月海邊不是都被封鎖嗎 這邊應該是環保局有來過 Rethink跟我說 這個海邊幾個禮拜前很髒 那現在呢 只剩下一些microplastics 搞不好不是環保局耶 是不是因為疫情 大家沒事坐來這邊淨灘 很高興看到很乾淨的海邊 愛海洋的人應該為這件事情高興嗎 一潑一潑的垃圾 每一分鐘倒進海洋 開始瞞出來 就知道每一個人為了幫助這個現象 可以重新思考垃圾減量 以及一些購物習慣 現在看到美麗的海邊 但是沒有經歷過程 Hello Hey Jason 早早早 這個海邊好乾淨喔 那應該是EPA相關人的打掃啦 那都是附錢的 OK 你覺得為什麼他們今年特別要清啊 就是往年都沒有 因為行政院就有一個新的policy 叫上海之經啊 他們就說要把海邊打掃乾淨 我有一點不記得多少錢 派人或一些相關的單位 去把它做定期的打掃 是是是 對啊 那就是makes any sense 就是你把它掃乾淨 然後你用源頭不減速 對對對 那種民眾沒看見問題而已啊 沒看見 對啊 一個病人看到他的X光 發現骨折了 他就問醫生會不會Photoshop 把骨折修圖掉 當然資訊很多 也有很棒的環保紀錄片 但是我認為 真的會改變的是 親眼看見問題的人 衝浪的人 潛水的人 常常去海洋的人 現在去海邊游泳 也可能會被罰錢 疫情讓城牆變得更高 只好待在家裡 叫個外送 疫情有讓回收或者垃圾變多嗎 本來是兩包 上包也是四包 真的喔 因為他們就是外送來的 OK 疫情回收有變多嗎 有 有 有 但封城快結束了 終於又有機會證明 我們是島嶼國家的人 邀請各位台客 回到海邊 享受他 保護他 愛他 歡迎來到海邊 歡迎來到海邊 最近也開始做了很多會員影片 把我想跟你們分享的更多觀點 不管是作為導演 對於影片的評論 教學 還是我最真心的心情 都希望透過這個社群 跟你們一起成長 如果你也想支持的話 歡迎加入 我們也想繼續拍 有特殊觀點 以及貢獻的台客故事 如果你有興趣贊助這些故事 請E-mail我們 請 請 視頻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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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